大家好 今天是不是20日 星期日又有lecture 講一個簡單術語 剛好習近平在G20見拜登 是順便的 這詞大家近來都聽慣聽 鬥而不破 鬥而不破是不是成語呢 好像不是 但是我們成語裡面 或者我們的言語裡面 有沒有類似的說法呢 形容這些 如果你上網查 它有個比喻 君子和而不同 大家都是應該這樣的 有不同意見保持的 但是又不會吵架 還吵架就不會被打架的 那就為之君子了 只有那些小人 就是那幫忠誠廢物那些 我們什麼都一樣 那就和了 是吧 不會和而不同 同而不和 表面就是 我們一直擁護中央 擁護國家諸如此類 但是心裡面各有各盤算了 你踩我我善你這樣 然後就各自安排 和中央一致就是嘴巴 那些子女去外國那樣 嘴巴就是外國 人就是外國留在香港 不過那些子女就去外國那樣 這些就叫做同而不和 是吧 和而不同呢 就是說 和而不同呢 就是大家是不對 就說出來 我不喜歡共產黨 那就說出來 我批評 我不喜歡李家超 那就說出來 是吧 這樣說出來 這個才是君子的行為 我說不是啊 他得罪我 我可能搞我 或者不是啊 我可能在打這個大學功 哦 那我幾代都說是啊 對了 支持他啊 國安啊 支持啊 這個叫做同而不和 心裡面就吵架你了 我不同意 不過呢 我為了這份工作 不要得罪人 不要得罪人 喂 究竟我們周圍的人 是和而不同 還是同而不和呢 其實大家中國人的文化就是同而不和 但是這些呢 孔子說這些是小人 大家問一下自己 是君子啊 還是小人啊 是吧 那麼 孔子怎麼理解的呢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呢 君子在人者交往中 和其他人保持一種 是 和下友善的關係 但是對到具體問題的案法呢 就不會隨意糾同對方的 說著我 我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 孔子都是我的model來的 很小過我讀論語的 所以這些東西我是對的 我不夠同你的意見 不過呢 我保持禮貌大家 你不要干擾我 不要讓我表態 效忠 但是小人就很流行表別人表態 哎呀 紅粉就是這樣了 同了 個個個 喀喀喀喀喀喀了 但是心裡面不和啊 小人習慣在對方問題上 迎合別人心理一定要的了 哎呀 紅粉多啊 我要講愛國 我實要講的 共產黨小器啊 於是一定講了才講 心裡面就不是的 負我別人的理論是表面的而已 不是抱著一種友好和諧的態度 反而是 我賺夠錢我就走了 你吹夠了我帳 在先秦時代和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一種有差別多樣的統一性 有別於同和而不同 就是這樣了 這些我們很偉大的思想裡面 到現代呢 現代有另一個term 叫做鬥而不破 這個不只是fight without breaking 我想也不只是中文翻譯過英文翻譯過 但是外國人好像又有這個term fight without breaking 我們管好分歧 不要由冷戰變熱戰 不要打仗 是吧 現在拜登很流行這種事情 鬥不要緊 我們競爭而已 我們競爭 但是我們不要打成仗 這個具體來說就是鬥而不破了 就是在現在的外交術語 現在的國際關係術語裡面 鬥而不破是指兩者經常 兩者經常都鬥爭的 但是夠爭還鬥爭 不會適及為熱戰 就是開槍就不會了 撕破斂皮這樣 這樣就為止鬥而不破了 不是很難解釋 基本上呢 這樣都要講了五分鐘了 那就不再講這個官方或者這些危機裡面的解釋了 我們都知道這個格局是戰鬥格 不過呢 打還打 鬥還鬥 不要破 破了就是破局了 破局就是反面了 鬥而不破的關鍵就是一種適合適度的做法 大家都明白對方一定是這樣的了 但是都尊重對方的位置跟你不同 鬥而不破是怎樣呢 要有利有利有折 大家有利益 在這條線上大家都要容許對方有不同的意見 老共容不容許香港有不同意見呢 很多人認為不是 這些小人的看法 我們的君子和而不同 我和老共回來鬥而不破 所以我吵架他是對的 他吹我不像 他都不會吹得像 也都不會耐我何 也都不會真的動我的這樣 動了很多人 我沒有動你 其他人有其他的事 我怎麼理得人不多 我是守著這個傳統君子的做法 就是我不妥要出聲說 久而久之他都會習慣的 果然習慣了 又有牙策了 沒有辦法 是厲害的 我不是只說他馬克思 我也都熟知 大家都是處於華夏文化的圈裡面 大家的思維方式差不多 所以他不喜歡一回事 不喜歡不要朋友 不要朋友 但是他都要尊重我 磨而不同 是吧 鬥而不破 大家 的確是不破 有些人破了 當然是過了火 踏了紅線 這些不批評別人 大家都要有理有理有折 但是去到國與國的關係更加緊張 兩個決策的大智慧 把握適當的道數 守住大家的底線 控線 不用大家軍事解決 這樣 我把類比放在前面 就是香港 中國 台灣和中國 美國和中國 港 台 美 中 的鬥而不破 我是這樣的 香港當然是香港人先 香港優先 香港人 港中的關係 不說中港的 我們政治正確 本土派就是這樣的 但是 抓得來沒有法例 你要尊重我們本土的意識 香港人 我一直都尊重的 是 不同意見的 我現在不是害你 不過我們呢 我們是不是鬥而不破呢 香港人和中共 嘩 你都輸了 還在說鬥而不破 破了 破了 不算了 現在有沒有摧毀一兩制 有沒有不准有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起碼表面上 他說不會 是不是 你就繼續說 是不是 不說 有些事情不要說 是不是 國安法 這樣 那條紅線是在浮著的 這樣 這樣 對大多數人來說 如果還能忍住的 是不是 說一下還可以的 不公開說 公開說就當你善話 私下說 什麼也都沒有法例說 哪句話可以說 哪句話可以說 哪句話可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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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光不能唱的 有阿伯在那裡唱 結果他都沒有告他 沒有告他 他違反國安 他說他演奏 不給這個 沒有音樂檢查 喂 那這些就是鬥而不破 是不是 其實就是鬥而不破 香港人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somehow 你大陸行不行 如果你說破了 不能夠以後 跟蹤大陸 那我們就自己考慮 走 走 移民 真是活不下去 是不是 連少許言論之後都沒有 那我不一定要死在香港 我老死在他鄉 都不是 我還有第二個祖國 英國 我是National BNO 是不是 我是 我出生在香港就是 我好像也都去那裡住了幾年 是不是 我又不覺得那裡我不可以生活到 一般生活 我一直都說可以 不過喜歡香港 但是如果香港去到一個階段是破 如死亡破 即是哪個階段呢 西藏 西藏本來已經成為藏人自藏 但是結果的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 十七條 這樣就入藏 霸了 最初都是由他 由他 由他 他還是有農勞制度 還有那些政教合一 那些 埋西藏 有他的 若干年後當然了 終於武裝衝突了 五、九年 但是逃亡 他就直接取消了 但是問題是他 香港又不會的 因為香港是 終於來了聲明 他是向世界的承諾 來香港不變 那他現在當然是 古惑了 改來改去 但是他始終都要講 一個兩制 是不是 是吧 我經常說 如果你問我 我就說 我不會比 八四年 是吧 九七年前 我做到的事情 港英不動我 我罵港英也可以 我罵 柔德也可以 我罵 韋逸遜也可以 我現在罵習近平不行呢 或者罵李家超不行呢 那是你破 不是我破 是吧 我很高的 這些logic 這樣就明白 是吧 我公開的 我寫話公開 講話公開的 我知道這條線在這裡 這個就是鬥而不破的線 就是一個兩制 破就沒有了一個兩制 那你都要承認的 你最終香港的自由國在裡面很多 說不說說不說 總之 那現在他的紅線浮來浮去 大五上下 有些不是紅線 有些是那些 那些柴仔自己在那裏作的 你不理 是吧 香港人一向都在試這件事 而那條線終於清楚了 現在相對三年前兩年半年前 是吧 較為清楚的 但是都很多人覺得不能接受 安排疑問子女不再理你了 那就是了 破破的了 但是破之餘 它就真的不是我們不想破 是吧 你想想你要掌握這件事 不是香港人不想破 而是中共不想破 不敢破 一破了 破了就沒有了 你就改造了 香港政府就改為人民政府 香港就改為人大 你正式改這些東西 西藏就是這樣 西藏正式設立人大 然後設立 設立人民政府 正式有黨委 現在秘密都離開了 大機構 公開都不會活動的 共產黨 這個就是鬥而不破 起碼它不想破 還告訴你 2049年還沒破 那就夠了 2049年我都死了 什麼什麼什麼 大家來時不要揍自己 老到行動 你什麼臭都好 到時候都不會那麼容易撥躍 在評論的 可能講到時候的精神 或者繼續吊塵共產黨 問題就是 我們問一下自己和老共的關係 你還活在香港 是不是還有一些空間 我們鬥而不破呢 你說不是 那不是還不走 我說是的 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我們就堅持在那裡 整個香港人來講和老共 過去的關係是鬥而不破 結果呢 結果不知道誰踩過紅線 因為習近平不妥 要重改鄧小平對香港的政策 也可能是部分 兩次了 佔中之後 佔中那些人來了 佔中又收緊了 佔中又收緊了 就是DQ那些人 大家記得的 DQ是糧油 但是就算了 油還在香港 糧就走了 之後到19年 以為死狗那樣 那個氣氛比現在還壞 那時候 民主派 忽然間就發生這個 佔 反修例事件 反送中事件 其實那個名字不是叫做 我一向那時候 起我的名字叫做六月風暴 後來又不是說 風暴 叫做 我又不是很承認 這個是什麼顏色革命 都革不到的 但是在老共的標準 叫你顏色革命 革命不革命 那裡叫做破了一些 破了之後 老共不承認會破 所以堅持回一個兩制 只不過部分人就要 那條線就現在開始清楚了 有些東西就沒有了 但是還未到破的 因為破就是要 沒有了一個兩制就是破 現在一個兩制之下還有些不同的 指香港人留不留得下去呢?這樣 我始終說 個個人自己衡量 我很簡單的 我還忍得住的 我就留在香港 我不想走 看他怎麼回家 待會我還可以吵咬他 說他回家 不想我不出去 我就是看到他鬥而不破 那條線在哪裡 還是可以的 開始現在香港不走的那些人 走的就不要說了 去了德國 去了法國 去了德國 去了英國 去了台灣 有他們 他們就說了 他們不代表香港的 你都走了 留在香港還有些人 還有些人繼續在罵 還有些新聞工作者 我很欣賞的 明知道的了 表面一套 試一下下面照做一套 好過你走去外國的那些 所謂的新聞工作者 那些天天只是說壞 不客觀看香港的 已經不客觀了 我們心中有數 他們代表不了 但是留下的呢 我們的關係還是繼續鬥 鬥 但是不會破 我們清楚了之後就繼續玩 而且我們可以推翻前 我覺得推翻前去到送中前是很厲害的 而那個國安法取消也是很厲害的 我一向都認為它會取消 因為後面那兩個東西 美國和美國代表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美國和老共也是鬥而不破 不過講到最後的這個東西之前 先講台灣 台灣是不是鬥而不破呢 如果破呢 台灣呢 宣佈獨立了 沒有的 英文在那裡走來走去 民進黨都在走位 走位就是在操弄著這個政治 但是它始終不改 法理上不改 其實法理上 改不改分別不大 大家都知道 因為有沒有人承認你 那這個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你做生意就會 真的正式承認你 和老共斷絕外交關係 吳立桃園也不需要呢 俄羅斯也不需要呢 沒有的 沒有哪個國家跟它反面反到這樣 所以沒有的 那它還是 但是跟不跟你呢 為什麼這樣 那台灣當然是跟美國的條線 所以台灣 我們又當台灣太多中國人 還有部分是贊成統一的 那就是言論自由 那你也想保持這些東西 那他們依然是鬥而不破 台灣人和大陸 它另一個形式是鬥而不破 跟香港人一樣 那當然了 它的鬥而不破呢 還有一些實力依據 包括它有武裝 但是這個可以不可以呢 那當然有武裝 你是牙刷過香港的 香港沒有武裝 沒得餓的意思 他們有武裝 他們變成可以 我不破就不破了 我們可以鬥 鬥起來完全不同了 包括取消了控制旗 他們在台灣表現 好像現在不行了 哈哈 那以往就改了一些東西 是不是 那也改了憲法 台風 現在說明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 但是依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這些論述他們是轉步不讓的 而且呢 每次都踩過一些 包括這個賴清德 他可能選到下任總統的 那他講明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破呢 破就打仗了 是不是 那似乎呢 那蔡英文起碼那條線呢 就是 哎 不要碰這些東西 我實實實實實 是 那蔡英文我是欣賞他的 他有分寸 他的分寸就是這樣 鬥如不破 那照計 他都是贊成台灣獨立的 他講日文的 但是 你又知道 都是李登輝的門生來的 但是你又知道 他呢 不希望在他 他國力未夠 形勢未到 所以不希望在他自己的任內 出現這個戰爭 就是去到這個破局 所以他不會破局 他自己不會破局 那 老共明明 老共很討他 當然 最好是馬英九 馬英九 馬英九就好了 馬英九就好了 馬英九? 但是 不行了 那是民進黨的 那你問問他 還可以 再換個賴清德上去 換個陳水扁式的 新潮流派 美國都怕了他 美國都怕你破 破呢? 美國下水 所以呢 不破的情況 他有沒有事情做呢? 做了很多 我很欣賞他的 潛艇在做的 軍事上 你拿他的外交國 不要緊 他實際 務實的外交 台湾經濟上不上呢? 這幾年 是不是? 本來 我忘了一個比例 八成依賴了 對中貿易 現在可能跌到一半以下 他已經多元化了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馬英九時代 七八成是依賴 那他拿著女春袋 是不是? 都行 但是台灣 在英文的領導之下 英文時代 不理睬你 但是他那條線還是清楚的 最近一次 我記得他那個國慶那個說話 十二日 十二日 說話呢 就已經是多談台灣 少談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了 那叫法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就是他的新的 又切香腸又迫近台獨一些 但是他不破的地方呢? 不會修憲 那我就說 就算下一任 口講就會 選舉時間 台灣人多想到大家的心照 台灣人自己的心照 就算是綠的 不要破這條線 不是呢? 不是呢? 就危險了 這樣 會不會有些台灣領導人 炸炸炸炸炸破這條線呢? 破了就真是獨立了 那我當你烏克蘭那樣 他打你不到 你贏不到 那都死了幾萬 十萬八萬人去烏克蘭 這個代價就是 共同承擔 台灣人共同承擔 包括去了那些 我認為你應該參軍的 去了不只是要別人的保護 年輕人的參軍 老了的 老了的 更激一些 蕭先生那些 不要經常掛念自己的生意 是不是? 不想打仗 那可能台灣人就 想一戰了結這個紀代恩 這個都重要 但是這樣去到破了 破的情況可能是 就是法理台獨了 所謂 那他現在越走就越過了 但是始終沒有正式宣佈 我們改名做台灣 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而已 沒有扔了那張 用這個台灣共和國 傾聽台灣島嶼共和國 這個就是台灣那個形態了 他就會選擇始終留一遍 就不正式改 如果再正式改 那就內戰了 因為還有幾成人 還沒死 即是第一代 第二代 大陸去台灣的 他有一大批人 那這些人很難說 趕他回大陸的 賣小狗也趕他回香港 不行的 始終不行 但是再過兩代就沒有了 再說什麼 成全五千年而已 那可能送回大陸算了 可能做這些 到時候不敢要 不肯要 不肯要 就門馬組撤退 我們只守著台灣算了 這樣 中日南海的太平島還給你 不守那麼多 但是守得到台灣 澎湖 金馬 澎湖 東沙 那就算了 可能是這樣 這個就開始破了 不適一戰就破了 但是暫時都沒有看到 誰先去破呢 你可以說遲早破一次 我都不便猜想 但是我覺得如果現在的情況 鬥而不破呢 始終是最好 當然對台灣 對老共也可能好 對我們也好 破了就沒什麼玩 大家還是不破 那麼麻煩 是不是 七十年了 整天說 說打又打不成 三四十年了 是不是 民進黨當政都第四 一二三四四任了 四四十六 正式 我看的 李登輝選了 李登輝也做了七年了 一任過 對 好 很久的了 三十年了 差不多 就是說台灣本土化了 已經不同了 甚至我們支持的 都不同了 以前我們只會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國民黨 現在不是的 香港人支持台灣都有兩種 民進黨的朋友 國民黨賣香港 賣台灣 那麼這些 向破走著 但是還沒破 那麼 考驗大家智慧 未必破不了的 破的意思就是 賭了一局 賭了一局 我覺得如果越早越好 因為趁他的角力 當然現在不知道的 我上個禮拜講他 中國夢 2049就是世界第一 如果他真的做到那時候 你都不用破了 是不是 歸順他 歸順大 我大漢 歸順老共就算了 那也好 但是不是 他國力向下 再適當機會 就打仗好像烏克蘭那樣 烏克蘭就可以了 徹底解決歷史遺留 打完之後包他解決 以後都不敢搞他 一兩百年都不會再claim什麼 那就是徹底解決了 那老共 台灣老都是的 其實要有個心理準備 破的時候呢 你要獨立呢 就要真的面對破 然後呢 你真是 真是 要一戰 這個我很客觀講 無意鼓勵 或者不鼓勵 是 如果是高科技戰爭 死人少呢 那你不如集中精力發展高科技 然後呢 台灣自己呢 就以一個小的國家 獨立 如果這麼喜歡獨立的話 那我覺得 大家保持有好文化 那就OK了 你沒有所謂 我真的沒有所謂 大家繼續講中文 一個國家不是要 一個文化圈來的嘛 是不是 不需要一定成為一個國家 一個文化圈來的很多國家 如果你說文化圈 我們講 越南也是 韓國也是 中國的文化圈 用漢字就是了 日本也是 都是的 那當然了 這個軟了一點 這個話題 那將來就 親一些 我們還講普通話 國語 語言都相同 不止有漢字 這樣就繼續友好 好像英國 帝國分開了 都是講英文 大家都很友好 要什麼鬥呢 和平分開面都可以的 講完了 不合聽 不合聽 危險啊 講這些話 我這些無虛嘛 學術 好了 不講台灣 台灣也是鬥如不破 有段時間都沒破 定點來 超生 又老又多病 是不是 是不是 看不到的了 定點了 有生之定 不過你兒子 跟著你躲去台灣 就很難講 會不會面對這個 戰爭 破的局 香港是不能破的 你定了 香港是你想破 他都不讓你破 是不是 我一直都說 取消的 國兩仔 攬炒 老共說不行 我們堅持 一國兩仔 堅持不破 沒有了 香港人 繼續吧 好了 講完最後這個 美國 混蛋 鬥而不破 其實最危險都是美國 是不是 他的破呢 可以有兩個形式 他自己破 和他鼓勵台灣破 是 那就是 黏了 一堆 但是他 基本上台灣是 他戰略的一部分 你看台灣的地理環境 是不是 因為如果台灣沒有了 這樣 那他的確是淪為 可以大大跨進一步 太平洋分一半給中共 中共 是 我們講過了 大跨跨必有一箭 修飾底支 不正 美國是面臨這個問題 反而是老共 台灣和香港都不是 如果美國人不照 西方不照 那你地圖上 你看到的嘛 地圖上 這麼龐大的 一塊這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邊 鬥什麼 沒得鬥 西方不撐就沒得鬥了 西方本身不是撐你的 其實他跟他在鬥 大家要這樣想 鬥著 鬥著的時候 他破不破呢 他什麼時候破呢 都不知道 我都說 以前 他不懂你東方的東西 自從我八方歲 這個懂得看知智通鑑的 鬼魯 美國人他研究中國政治 研究你的文化 情報已經進去了 最近你看到 其實他應該懂中文 就是有人懂中文 比如他出的報告講香港 全部翻譯是正常的 正當的翻譯 誰人 就是你以為他不懂英文 就是他 美國人不懂中文 不知道那些什麼都知道 他全部都知道 最近那些飛彈基地 你那個火頭將軍 都知道叫什麼名字 公開了 就是嚇你一跳 我就完全掌握你 老共的所有軍事動態 和你的基地 有沒有誰還沒說呢 還沒說當然好東西 你在那裡飛幾個原子彈過來 當然你說潛艇嘛 核子潛艇 中共都有幾十隻 二三十隻的核子 還有一些新的發展 小的核武 擁核國家 就是法國和英國 英國特別是英國 英國已經沒有核子基地了 英國本土沒有飛彈基地 但是全部將他的核武 放在潛艇上 所以他不知道有六隻 四、二、七、六隻 就長年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全世界 他在任何地方 你打英國用核武 他就是核子潛艇到射回核彈給你 而足夠毀滅任何國家 包括俄羅斯 所以這個是他的核武 阻嚇力量就是這樣 法國應該都是 都有核子潛艇潛藏在大海裡 但是這些就是破局了 所以不會 美國呢 越戰之後 越韓戰之後呢 都是很小心 不會跟中國破局 他不會跟俄羅斯破局 不會跟蘇聯破局 鬥而不敗 包括這次的核武戰爭 他用回核武戰爭的角度來講 跟中共是怎樣呢 你要這樣想 因為老共答應了 不會用核武的 不會首先用核武的 俄國佬是一向都 你看看風格 你看看習近平 熊貓來的 維尼來的 他不會用核武的 美國佬就放心用 如果是毛主席呢 未必的 毛主席比普京的 看性格的 因為普京 所以他始終沒有打算攻進俄羅斯 但是 你看到搞散他 其實都是上了日 首先 就是 烏克蘭是斯埃夫兄弟 已經分了出來 沒有了 以後都 但是俄羅斯本身有很多民族 好像中國那樣有很多民族 如果俄羅斯的戰完了之後 他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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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但是他都不會直接派軍隊去攻殘 搞到你散了就最好了 中國呢 都是這樣對的 都是好過熱戰的冷戰 但是他是不是在鬥呢 當然是鬥 就是他在鬥的 你明白嗎 就是用各式各種方法搞垮共產黨 是吧 包括還用了解中國的國情 這個就是川普時期 余侯春 博士 還有是白幫瑞 還有Peter Rorado 這個他們真的有研究過中國 各方面的問題 經濟問題 Peter Rorado是經濟的 所以他那個 他那個貿易那些 怎樣卡中共呢 是他的政策 那你見到呢 他當然現在在智庫工作 離開了余侯春 但是這些是繼續可以影響著美國的政治 他不是換了政府 你那些人我全部不要 好像習近平那樣蠢的嗎 我一換了 我啊 你的團派全都扔掉了 團派很多聰明的人 他未必是團團的 在那裡出身 跟著上的 但是可能那些人才的問題 那你用人為親就沒有了 那些智庫 那你自己經濟死了 你那些人不懂經濟 你看他的常委 全部不懂經濟 死了 他自己又不懂 一筆都不懂 他有博士學位的 法律 法律他當然也不肯懂 窮 這個不說了 但是美國呢 美國繼續重用這些智庫裡面的智慧 他們已經有套計劃的了 要將中共呢 各方面呢 我猜他 鬥 那包括呢 交給顏色革命 哈哈 我猜如果有位進就進的了 那起碼新疆啊 西藏啊 有空是吉拉達 蒙古啊 蒙古啊 蒙古未動啊 未曾高調啊 是不是 可能沒有什麼 五個位呢 五個位呢 新疆已經有位了 踩到實了 香港呢 香港繼續 香港其實你放回黎智 大家就沒事了 有位給他拿著 幾個都拿著 所以他不會這麼輕易救回黎智 他就完了 沒有矛盾 沒有矛盾 香港人大團結 他就不好玩 在那裡沒有尾 我是這麼看的 所以你 你蠢而已 你經常跟老美鬥 是不是 沒得說了 老共是這樣的 那麼 台灣是他的重要牌 也是鬥而不可 他也不會幫台灣打仗 我覺得不會的 但是他會 他教了他 台灣武器呢 是差不給隱形戰機 其他 當然他都衡量過 我們這些有研究軍事知道 他長年專家顧問 在台灣 從來都在這裡 因為他從來在香港 他看得實 台灣那個軍力長時間研究著 夠不夠 擋住老共 他的判斷是夠 那你自己給錢 那我台灣就很爭氣 不像阿富汗那樣 是敢問他拿錢 他扶植所有的民進黨政府 以前就不是 以前都是麻煩一些 你國民黨 剛才說錯了 意識形態上還要反攻 是吧 理論 變成他不敢把最厲害的武器給你 那現在呢 除了F35那麼頂級的 其他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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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魚雷給他 幫他做潛艇 很明 他不合頭 不幫手 你怎麼做到潛艇 潛艇是攻擊性的 做十隻八隻 八隻 是吧 第一隻明年下水 蔡英文 蔡英文拍板 買一口不小 不買武器 那當然 這樣就沒辦法了 那你不是干預你國內政 表面一定不會 表面一定不會 就是台灣不會 那你就令到老共沒有藉口 哇 你直接干預選舉 他不會 但是他長時間做工作 這麼多親美的人 賣英九都在美國讀書的 台灣的知識群子 日本 因為美國 不是大陸 他不是清華 那些進不了政治的核心圈 那些一被人抹紅了之後 你都幾個人在政治立足 所以台灣 是在美國的勢力範圍 而換了民進黨之後更加清楚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都不讓國民黨再輪替 除非他出一些很親美的人 相信你不過 現在 下一任總統都還是 八年了八年了 應該回去吧 不會 你頂都可以 所以 鬥而不破 我呢 那個 右手 現在還在老美那裡 那包括 其實都破不破的 他有利的那些就破了 比如高科技 他不賣就不賣了 不跟你合作就不跟你合作 淘寶就跟你合作了 沒所謂 給這些錢你賺 給幾千億你賺 你儲起那些錢 拿著我的美金儲起它 繼續創匯 這些真的厲害 不能說 那你說我拿著多少萬億美金 那你很容易就花了 因為你搞了一些大型的基建 搞了一些軍備、競賽 你不是買美國的東西 但是你買一些貴重金屬 你知道那些 比如做軍機用太入金 那些油又貴那些 那些煉鋼 你又要發展煉鋼 這樣 很多東西你都沒有辦法 是要間接光顧它科技的錢 他又不給高科技的 那些就全方位禁止老共 那能不能禁止呢 其實暫時是不行的 我看了幾年 雖然我們都很心急 畢竟它已經是起來了 遲了 起來了 一時三刻不能禁止它 但是呢 所以你都不要看著美國人那種深沉 這裏我都說過它有多民族 又多什麼呢 又多利益 老共那些什麼戰略就是收買人 是不是 你給了錢它多謝 拜登的兒子在那裏做生意 拜登的兒子在那裏做生意 特朗普攻擊過他 但是特朗普在那裏賣賣筒 在中國 你知道嗎 這些就是鬥魚不破 拿了你的錢賺了 你才繼續 維護美國利益 那個系統是怎樣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也養活了很多美國人 養活了很多中國走出去的人 這些人是用得著的 養活了一些異議人士 還有一些宗教團體 是不是 就是輪的那個 養了那些輪在那裏 維繫著美國的華人社區 是它控制著的 老共破不破倒呢 可能不是很破倒的 但是都強的 老共錢多嘛 有很多事情 又要鬥 但是又不會破 破就 破就開戰的了 我們如果破一定是開戰 但是冷戰算不算呢 超限戰算不算呢 肯定 就不算 算就已經開始了 現在正在破了 而拜登講來講 他現在跟他路閘回眠都是 因為我們管控那個分歧 不要發展為熱戰 我們會競爭 競爭不是一種鬥 鬥 破呢 在他這個角度講 他那個破的意思就是指開戰 是 但是主動在哪裏呢 其實在老美那裏 鬥完不過主動在那裏 就是什麼時候破的 破的時候呢 就是準備和你一戰 一戰呢 他要計算一計的數 台灣打不打得贏 台灣還有日本幫不幫你打 韓國幫不幫你打 你不要看日本那麼多聲氣 為什麼不怕的 真的開戰的時候可能不太肯定 他自己去預約自己 叫他出來表態 撐氣 到時候澳洲全部都出了軍備 老美就不用了 在後面做了生意 你是澳洲你肯定嗎 你是日本你肯定嗎 你是韓國你肯定嗎 口頭說是撐你到時候不肯定 这些就是大家斗心理好怎样都好 但是整个局来说 他一定要斗 如果不斗 最终失败的2049的时候 百年梦 第二个梦成功的时候 上集讲过 老毛讲超英赶尾50年代 是不是 基辛格都敢了那一套家家生肖 你的GDP是我们几个% 李超 趋趕我们 但是现在超英了 知道吗 早就超英了 英国佬都要看他面色很多东西 牙策还是牙策都低过 赶美是在赶紧的 如果他不是这几年 违反经济学原则的手段 是不是 保护主义手段 2025年 即是2022年 三年后 其实就已经是GDP世界第一了 老共原来的计划 你真是猜不到这个极权国家呢 极权国家的好处就是统一了所有资源 全部OT不给钱 但是那些人肯的 那你出去不涨吗 俄罗斯现在不肯 那些人打仗了 每个人 拿了自己的身家去支持政府 然后全部 本来做18个小时 全部做12个小时不收OT费 就是这样来支持政府 你一定会打仗 全部都不是 老共呢 老共基本上是做得到的 如果他要做的 那这个是不是可怕呢 怎么可以不斗夸斗臭你呢 斗到试试的时候要破了 破不破 是不是永远不破呢 根据收息底子陷阱的理论 迟早要打的 他只不过老美的预算盘就是叫日本啦 叫台湾啦 甚至要拖南韩下水呢 就和你打啦 叫澳洲啦 那我猜呢 如果去到拘捕其他人呢 你比日本和澳洲 或者南韩 他一定要你老美下水 他才拘捕的 当然 帮手不要緊 到时候都是要破的 那时候就要破了 那当然台湾是第一线 没得避免啦 是不是 但是台湾很有趣 好像很依赖美国 到时候他们会护 因为台湾人就很怪 他觉得一定会护他 这么多利益在我们这里 这么多年来 靠惯美老美 但是老美又怎么想呢 那这个就真的模糊了 真的模糊了 我猜呢 有些事情大家 老共都没看得清 老共是看不清的 所以始终不敢 不敢在现在倒一局 交他习近平 时间在哪里有利呢 如果美国不是睡醒了 还没睡醒 就时间老共有利 你看看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 甚至到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时代 老美又开始醒了 他们这些全部是温和派 他已经知道了 你看看奥巴马的回忆 他已经说了 在2008年他已经知道了 知道老共是要跟他争霸 中国要跟他争霸 不过他说要搞金融经济 金融爆破 雷曼那个时候 所以他拖了几年 但他已经立刻国策来了 已经转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别说特朗普才反共 拜登不反共 这两个民主党共和党现在统一了 一定要切法子 不然他们就不会 世界第一了 那美国人那种高傲呢 跟中国人的高傲是一够洋的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自己就明白了 你整天说 我们中国几千年 帝国 上次我说了 美国梦就是政府 政客 令到每个人都生活好 最少骗你是这样 成就每个人自由发展 事实上也是 你不是 你中国怎么会出到Elon Musk 标记这些人 没有的 你出到来 国家收了你 整个环境不是 他认为不是 如果美国呢 美国都是要你和他合作 国家要利益行先 Elon Musk 你不说美国利益 你也会死掉 但是他容许你代国家拥有财富 负荷的确都可以 只要你还是维持在美国 这个基本不同 你说马云不爱国吗 马化腾等人那些不爱国吗 但适当时候他看你不顺眼 那你就想爱国 那些弟弟在外国 只能如此 因为你明白的 中国人的文化和美国不同 中国人是有梦的 大国崛起的梦 崛起的梦 我们 somehow都黏了一点点 现在醒了 当你原来大国崛起的时候 把那些边缘的新疆人 西藏人 香港人 甚至台湾人 放在一边 我们先斗赢美国 那你愿意站哪边呢 那没有的 我们斗而不破 自己斗而不破 自己就自己斗了 站哪边都不对 台湾人都是的 你问我都是的 你想 两大之间难为少 美国叫你打了那时候 香港人很多 讲政治理论 那帮学者 无论他们亲那边都好 撑美国不会盲从重撑 香港人反而是简单 管单惯了 破一破都是好的 所以送中之后 以后就长远了 怎样再跟老共继续斗而不破 最好就是老美先跟他破 破完局就定了 那我们可能不用去斗 斗也不用斗 几个好处 就是这样的 国际政治是这样的 香港你当自己是中国一部分 那你又不用你国际政治 大陆也不用的 跟着共产党走 除非共产党想了 那个大事 暂时还没有 改进又改进 是不是 有不断革命的 我前一条片 是不是 自我革命的 现在革到习近平可能革不住 是死的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了 死了才看哪个势力在中共里面 但是中国人那种大国思维 其实是一个文化里面的 不过台湾因为被老共压住 所以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台湾人都是中国历史熟读的 所以没得救的 这些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么远 但是很讲的 简简单单 斗而不破几个字是很大的重要性哲学 就是我们在书都要知道 没破 没破就不用怕 起码没破 我还留在香港 还有空间给我活动 还可以说一些东西 还可以到处去搞节目 开始可以了 因为它开始要来底线 要扶高一点 跟着国安法拉了那些朋友们 兄弟们 是不是 不受都受了 放回了 这个就是斗而不破 继续有斗过去 斗夸斗臭老共 我们继续努力 是不是 有斗的空间 不要听那些失败主义者 蕭若元 黄世泽那些 没有了 钱志健那些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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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死了 死了 死了 关你什么事 你走了 不关你事 你都没得斗了 你在外国斗 老共费不费一些 是不是 我们不是 我们继续在香港和他们斗过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革命上不成功 同志仍不须努力 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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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大家不要破 大家都没事 就继继续 好 今儿个星期 吹圆 Rose了 下个礼拜说什么呢 下个礼拜再说吧 我想了突然间又不记得 下个礼拜再见